原标题又叫被指让幼儿互删嘴巴 冲进南岸区教委公安介入调查 11月20日冲进南岸区不良幼儿园的多位家长 向澎湃新闻 www.spaper.cn反映称 该幼儿园科林班林性女教师存在虐待儿童行为 会让孩子自己删嘴巴或让两个儿童互相删嘴巴 对此不良幼儿园张兴园长回应澎湃新闻称 目前徐教委公安均已介入调查 涉事灵性教师已在辖区派出所接受调查 原方回公正处理此事 一名张兴家长告诉澎湃新闻 他的孩子今年4岁 在不良幼儿园读大班班 其名字叫科林班 班上有30多个孩子 11月17日 有家长发现自家的孩子嘴巴红肿 经询问孩子才得知 该幼儿园林性女教师存在虐待幼儿的行为 会让孩子自己删嘴巴 或让两个孩子互相删嘴巴 有时自己动手打孩子 张兴家长称 家长找幼儿园讨说法 并要求查看监控视频 结果发现监控视频已全部被删除 之后涉事林性女教师也承认 确实有过让孩子善嘴巴或护善嘴巴的行为 对于张兴家长的上述说法 多位孩子就读不良幼儿园科林班的家长向澎湃新闻予以证实 11月20日下午 布朗幼儿园张兴园长向澎湃新闻表示 目前原方正在喊家长沟通处理此事 徐教委公安均已介入调查 涉事林性女教师已在辖区派出所接受调查 对于家长反映称监控视频已被删除的情况 张兴园长称他不清楚具体情况 但原方肯定会公正处理此事 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听闻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 该派出所以介入调查此事 南岸区教育委员会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此事正在调查中已安排专人到涉事幼儿园调查处理 责任编辑或预昂